這也是要講吳董 這個吳董他出生在園林 他家裡也是很窮 他有六個兄弟姐妹 他排行老三 所以他因為家裡窮 所以高工畢業以後 就出來生計 那我們知道以前如果讀高中的 就是想要升大學 讀高工就已經放棄了 就是要吃頭路 所以在小小的建設公司裡面上班 那白天去當工地主任 工地主任以前就是感到 像看工人有在討論 不然根本他就對抗兩岸 那錢很少 那晚上就要送建材 後來就是當兵之前 當兵回來以後 他還是繼續做 但是又跟朋友合資 合資以後整個公司逗了 逗了之後就要去做露民棚 去露民棚的時候 突然白天都去賣衛藝 晚上都賣兵 晚上都賣衛藝頭兵 都賭到以前建設公司的老闆 建設公司是我們的正式公司 他說你怎麼淪落到這樣子 倒回來 倒回來做工工 這一次回去就不一樣了 因為當過兵以後成為男生 所以我們台灣男朋友一定要做兵 四個月新舊一定要做年半 開始 回去而已 不一樣 他說我只做工工賣衛藝 既然如果要離後 我就是要整個都要折 他就做客圍 客圍之後就做消息 今年不會兩百公 這麼厲害 一公你賺三萬 兩百公就賺六百萬 他就開始有錢了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這裡稍微動一下 怎麼說 他厲害的最主要是什麼 他做兵回來 他每年都去參加一個課程 台中有很多大學 都可以旁聽 不然你就去修學分 今年都有一個課程 另外他參加五十個社團 所有的台中就劃得出來 他都要來他現在二十幾個社團 什麼富倫廈 三二會 青雄會 中有的 打開人脈 但是他說有一次 飛機上好像剛才說 青蕙民 剛才一個隔壁 好像一間房子不好了 所以你就很厲害 厲害都有錢 所以他求求你 他就自立門戶了 這間公司 去年在我們台湾排第五名 這個營造公司 去年做一百五十億 今年第一季 大家喊喊喊 他都不在喊 他現在要四十個工地在做 所以說真厲害 1994年自己自立門戶 剛才讀到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 這真的出事 剛才有幾乎 沒辦法 他說每天出事 收銷就收不完 錢票都不得 錢票都跳票 跳到有一天 他們一個高東說 你也不要這樣 你每天在中錢中錢 你收銷 你都沒想到公司未來要怎麼走 真的要爭取 因為你是當事長嘛 你不是去收銷 收銷就好 不叫歐洲的腳上說 很康 抽不自放 所以他整個想起來 他整個想起來 來做一些好好的 做一些公家 這不會倒 第二九一代 你認台中正央 很多房子都倒了 那時候說 我們起床一定要有良心 所以不能投降減了 這就是第二的打出他的信譽 第三個 這個真的要不說 不可以 台中我們現在去台中一定要去看歌劇院 歌劇院什麼人 那個設計 日本的伊東風雄設計 伊東風雄 他拿去比利時的時候 那個模型出來 大家打破我 哇 設計料夠讚 一句話說 你後來去嗎 說我沒辦法去 沒辦法去 設計怎麼有好的 紙上殘兵 沒中的 但是同樣這個 怎麼搬來台中 那時候我們台中市政府 他的醫生是27億代表 五次流標沒人敢做 因為他裡面在那邊 平衡 整個外面像無一位平衡 冷氣是由頭上蚊蚊蚊出來了 冷氣不是由臉上蚊蚊出來了 這樣嗎 對啊 因為冷氣比較重 由頭上起來 冷氣比較省 但是這個設計 我們台灣沒人敢做 沒人敢标 流標 他說他有一次去台中 對不對 在觀光的時候 突然接接電話說 聽說你作用我怎麼有 沒有啦 副市長在打選的時候 他跟你們說好了 你說怎麼有可能 但是他想說 不然這樣來試試看 自我挑戰 還算撩兩億 結果要撩兩億以前 回到他們的元年去抽籤 籤詩說你做這檔絕對撩錢 但是會賺到貴銀 想說如果撩兩億 就包下去要做 我一個做工廠外包 包上造業 六千萬就倒了 拿了六千萬 沒辦法接起來自己做 我們台灣的刷湯 裡面有那個薄薄薄的刷湯 刷湯 他總要用一頂刷湯 兩頂 用十頂的刷湯 總要下去做茄 總要叫做出來 灌三點五米 總要叫做出來 這個做出來之後 開始都撩死了 但是開幕一天 全世界都有看到 大家說這台灣我都去這樣 什麼人設計 伊東風雄 伊東風雄 伊東風雄就說你怎麼撩 總要從這個都拿去 一樣比例子 就這樣 第一名 怎麼說 現在會要做 比較早會要做 現在會要做 所以說其實 這個人的成功 他也不知道 聊兩億 結果聊四億 他也撩下去 但是他在裡面 撩到 申請很多轉移 都因為他建立 打出知名度 現在中部 如果說到他就是這樣 南波瓦